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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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 雪山 再次交汇 构成壮丽的异域体景 两条从阿尔泰山发源的大河 阿尔齐斯河与乌伦谷河 在种个二盆地上蜿蜒前行 奔涌向西 在这两条大河的发源地 隐居着一种极特的生物 河梨 他们咒服夜出 生活隐秘 样貌憨厚 行动剿洁 作为第四季更新式 幸存下来的古老物种 河梨在这个区域 已经生存了将近二百万年 然而随着人类脚步的逼近 由于缺少食物和良好的庇护 河梨的数量最紧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中国境内的猛新河梨 仅剩二三十只 河梨的生存 面临着巨大挑战 为了保护这一珍稀物种 上世纪八十年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成立保护区 如今 河梨的数量 已经恢复到五百只以上 分布区域 也在逐渐扩散变大 我国境内的河梨 被称作猛新河梨 属涅齿木和梨科 是欧亚和梨大家族中的 一个亚主 河梨和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勒泰地区清河县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猛新和梨 在中国唯一的集中分布区 历史上 和梨曾广泛分布于 北美洲 欧洲 以及亚洲北部 为什么现在我国的河梨 罗曾布在布尔根河流域附近呢 他们对生存环境 又有哪些特殊的要求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今天的主角是河梨 大多数关注呢 可能并不陌生 它们有长长的门牙 身材肥嘟嘟的 看起来像是大号的老鼠一样 作为两百万年前就存在于地球上的古老物种 它们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 近年来呢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 河梨的生境急剧恶化 种群数量呢 在早年间啊 曾经急剧减少 布尔根河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 对于栖息地的恢复 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河梨家族在这里呢 又重新的兴旺起来 为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河梨目前的生存状况和栖息环境 地理中国设事组决定 前往当地进行调查 二泰山东南部 已不再是高峻挺拔的画树林和落叶松 干旱的荒漠和曲折的河道 成了最主要的风景 清格里河 布尔根河 及其汇城的乌伦谷河 顺着低山丘陵缓缓流淌 沿岸的洋柳高大挺拔 贯从郁郁松松 这里是河梨的故乡 摄制组穿过一片茫茫戈壁 来到二泰山脚下的 一个哈萨克族村庄 辽阔的草场上 结束了一天劳碌的牧民们 谈起了心爱的东布拉 悠扬的牧歌在旷野中传唱 这是他们与大自然对话的方式 当地的哈萨克族牧民 自古以来对河梨保护有加 他们将河梨视为具有智慧的生物 从不肆意捕杀 数千年来 河梨在这片河谷绿洲繁衍生息 与当地牧民和谐相处 走访的过程中 牧民们告诉记者 最近河里一些奇怪的举动 让附近的村民感到十分惊讶 就在前几天放牧的时候 有村民发现 河岸边有许多粗壮的杨树 接连倒地 指甲大的木屑散落一地 树桩的位置上 还留下了碗口猪的咬痕 在那 前面 是咱们放牧的时候发现 对对对 放牧 大概是半个月前 半个月前就发现 然后就过来 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了 这这这这这这 你看那是齿印 应该有齿印 齿印 你看这 你看这个 这这上面 一口一口就下来了 一口就下来了 你看这 这些都是 你看这个 村民们发现 这些案件的肇事者 正是保护区内的 珍稀物种和礼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做出 如此奇怪的举动呢 由于河里是夜行动物 考察队在村中稍事休息 等待目色的降临 当地向导陈刚 对这一区域的生物 及周边环境颇为熟悉 听闻队员们的描述 他决定与设置组一同前往 保护区腹地进行考察 你看 这一块坑锅 这坑着 这皮都拔掉了 这是牙印 这是牙印 好大的牙印 你看这种牙印 就是这种牙印的话 大概是什么样的动物 这个肯定是提前在 20公斤 大概30公斤之间了 应该 大型的这个扑乳类动 就是涅齿流 涅齿流动 你看这是牙齿一动 这牙印还是很锋利的 对 说明它的牙还是很厉害的 像刀子一样 可能你还能一刀一刀 这肯定还是很粗的 这个是一个 讲一个60公斤吧 至今可能60公斤 可能你看 它这个地面都 30公斤 20多公斤 30公斤 它们站起来 过一个30公斤高了 40公斤了 正在这时 灌木丛中 一阵嬉嬉嬉嬉的响声 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 快 不好意思 快 不好意思 留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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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再 再 再 对 再 不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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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不要说话 过来了 不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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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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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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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太好了 他把这个吊在哪儿去 他吊到窝里面去 吊到窝里面去 他现在储存食物了 他下水了就来是吗 下水了 这就是河 咱往前跟一边 不要说话 眨眼的功夫 这个小家伙便跳入河中 消失了无影无踪 他刁了个树枝走了 我在工作了三十多年了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近 这河里 直接倒跟前来了 对 直接出现了 他因为他现在才是 比较繁忙的时候 河里他就没在乎 他就没管人 他只顾着干他的活 你闲着河里 晚上你倒跟前他都不知道 刚才那个河里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近 他脱的是直条 这样下去了 然后顺着水 他就托到他窝里面去了 托到他窝里面 那他一会儿还会来吗 他一会儿还会来 马上他一会儿就过来 他一趟一趟 他一晚上就忙好几趟 不知道多少趟 一晚上就忙 他现在这个季节 陈刚告诉队员们 现在正值河里们 建造冬季潮雪 储存食物的季节 杨柳树的枝条 既是建筑材料 也是他们的主要食物 河里将大量枝条 筑藏在水面之下 潮雪附近的位置 冬天河水风冻之后 他们就可以从家门口 拽几根树枝回去吃 免受寒冷的侵袭了 这次意外的邂逅 令队员们十分惊喜 然而令队员们感到疑惑的是 既然河里主要以树枝为石 那么在植被稀少的荒漠绿洲地带 树木的存活才能够保证 他们有稳定的食物来源 他们又为何要花费那么大的力气 将粗壮的大树拦腰砍断呢 考察队决定在原地蹲守 期待更近距离地观察到 河里的行动 好像有声音 来了 有声音 耐心等待了一阵后 河里却没有如队员们预料的那样 再次返回这里采石 陈刚建议沿着河道 寻找河里的踪迹 在不远处的河对岸 队员们再次见到了那只河里 对 把那再搞修一修 这东西有点高了 现在它轮台到坑里面 它灯光就下来了 那个河里的窝里的个儿 这个对面 那是看着它条子吧 看到了 往上的脱条子来 它动呢 对对对 它条子刚刚脱上过来 它今天晚上 一夜不休息 它就这样来回 脱食物 脱食物 借助车灯 我们终于拍下了 河里进食的珍贵画面 他们会优先吃掉细小的枝条 将剩下的稍粗的枝干 留作搭建巢穴的底座 陈刚推测 它的潮雪应该就在附近 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 考察队来到了另一处河岸边 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 这时陈刚突然停下了脚步 只见滔滔不绝的流水声中 隐约夹杂的阵阵啃食声 队员们试图靠近时 这只河里迅速跳进水中 眨眼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家只能暂时放弃追踪 第二天 考察队邀请当地专家蓝文旭 一同前往河边 寻觅河里的踪迹 蓝文旭 阿勒泰地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室主任 长期从事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 在河道下游 考察队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堤坝 这座坝总长度接近15米 由密集的柳树枝构成 挡水效果很好 水位落差接近2米 队员们感到十分疑惑 在这人际罕至的荒郊野外 究竟是谁会在这里建造堤坝呢 观察了堤坝树枝上的切口处的痕迹之后 蓝老师推断 这座堤坝并非人为搭建 而是河里在巢穴附近建造的防御公室 那么河里为什么需要建造堤坝呢 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团 蓝老师带领队员们 在保护区的河道附近继续搜寻 陆续发现了几个新的河里潮穴 这些潮穴大多建造在河流较窄 坡渡较陡 有一定深度的水域 通常具有很好的隐蔽性 其中只有少数水流缓慢的 河岔附近出现了堤坝 猪坝主要的因素就是 它把这个水位然后没过它的洞口 它通过这个坝来调节它的水位 蓝老师告诉队员们 保护区内除了河里之外 还有北山羊 沙湖 野猪和大型猛兽 面对天敌 猛星河里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它们不仅需要躲避熊和狐狸这样凶猛的敌人 甚至连六颗动物都会对它们产生危险 一旦遇到惊吓与危险 它们会迅速跳入水中避难 水下的潮雪则是它们躲避危险的最后一道堡垒 因此河里在河岸边的沙土中筑巢时 会将洞口隐蔽在水下 河榨水域水流缓慢 当进入枯水期水位下降时 为了改善生活环境 生存于河榨水域的河里 往往使用树枝和淤泥注建堤坝 维持潮雪内部的水位和水域面积 在合适范围 它们在水下用泥土堆出一个高坎 然后将粗状枝条垂直插在高坎上 当作木桩 再把树枝 淤泥 石子堆在木桩周围 直到枝条裸露于水面 开始阻挡来自上游的漂浮 随后 将堆积物均匀摊开 再陪上糖泥 一座堤坝便逐渐成型 有时 倒塌的树干 也能成为它们筑坝的材料之一 它们会挑选河岸边的树木 用两棵长长的门牙 啃食大树的底部 等待着风把大树吹倒横入河道 核梨高超的建筑技艺令队员们十分惊叹 他们凭借着独特的智慧 在严酷的生存环境当中寻找到了避难的方式 也正是这样的生存智慧 帮助他们躲避了地球上数百万年来的重重灾难 让种群得以延续至今 通过对河梨潮学的考察 队员们发现 保护区内的河谷生态环境并不复杂 附近符合条件的水域应该也不在少数 然而为何我国境内只有乌伦谷河流域 才有河梨的存在呢 专家分析 布尔根河附近河流沿岸的松染土质 非常适合杨柳科树木的根部生长 能够为河梨提供充足食物的同时 也有利于河梨打洞筑巢 因而成为了他们栖息的理想之所 但是队员们了解到 适应力极强的杨柳科树木分布广泛 而且在我国符合河梨生存条件的河流流域 不在少数 河梨为什么会选择在乌伦谷河流域生存呢 乌伦谷河发源于我国境内的阿尔泰山东段 流经新疆阿勒泰地区 最终汇入乌伦谷湖 是一条典型的内流河 专家推测 由于河梨逐水而居 它们的活动范围 很可能被限制在了该水系 然而 根据保护区近十几年的数据显示 乌伦谷河流域的河梨家族 始终在140个至170个之间浮动 说明我国猛新河梨的种群数量 已经达到目前乌伦谷河流域的环境容纳量 需要寻找其他潜在的合适的栖息地 考察队从布尔根河谷出发 一路速流而上 在上游流域 寻找适宜合离生存的栖息场所 穿过了一片山谷 队员们发现 沿路的景色愈发荒凉 一望无际的戈壁上 几乎没有生物活动的迹象 经过了将近六小时的山路跋涉 队员们终于到达了一片高山草面 从航拍画面中可以看到 在这片绿色的大地之上 河道纵横交错 抖折蛇形 勾画出缓缓相连的曲线 此时考察队已经到达了 俄尔齐斯河与乌伦谷河的水源区域 只见涓涓溪流 从这片静谧的草垫出发 自东向西流淌 他们还将继续前行 越过山间峡谷 在阿尔泰山南路的山前平原 冲刷出一片水草丰美的带状绿洲 然而 阿尔泰山区域属于冷温带大陆性气候 拥有长达六个月的漫长冬季 那么 丰沛的水源补给 是从何而来的呢 专家徐福军发现 茂密的草垫 在阳光的照射之下 泛起了波光淋淋的水波 看这个 这个是标草 它死亡之后就会沉寂在这儿 这个就是泥碳 就是这个 这就是泥碳 黑色的 它很深的这个 你看到没有 这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看面 你把它这样一捏 它这个水分含量非常高 所以我们说它是海绵 就是这个 你看 这个成分 这个是可以吃的 仔细观察 队员们发现 泥碳中根系密布 踩在上面十分柔软 不时会有水渗出来 原来 这就是 厄尔齐斯河最初的样子 从远处看 如同一片 郁郁葱葱的草场 但是走近之后 这些泥碳 就变成了危险的陷阱 一不小心 便会深陷其中 然而 徐夫君却表示 泥碳虽然有危险的一面 但是 对于 厄尔齐斯河的水源保存来说 它却起到了 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沼泽附近 考察的过程中 有队员发现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泥碳湿地的周围 往往都出现了 堆叠的碎石山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碎石的形状上看 专家分析 这里原先可能是一些 更大的石壁或巨石 他们遭遇地震以后 通过洞容不断分歧 落下来堆叠在一起 形成了碎石山 围绕碎石进行考察之后 徐福军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 碎石形成的山脉 那么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冬天的积雪 冬天融化的时候 它首先是进入到 这个石体里面 在石头缝子之间 存了一些水 下雨了以后呢 也是这样的 先进入了山体 山体里头以后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固体水铺 它缓慢地把这个水 供应到这个沼泽石地里面 就我们前面看到的泥碳地 它又通过泥碳地 把水分输送到河流里面 到了冬季的时候 这个固体水铺 还在向外供应水源 这就是我们这山泉 形成的一个道理 碎石山如同一个固体水铺 冬季的降雪覆盖在山顶上 到了春天的时候 冰雪融化 顺着山体中石头的裂系流下 储存在山体里面 在干旱的沽水期 碎石山中的水 会流入沼泽湿地 被大量的泥碳吸收铸存 在缓慢释放 逐渐汇聚 形成了阿尔齐斯河 与乌伦谷河的水源区域 正是有这些泥碳 带来的丰沛水源补给 沿岸的生物 才得以在这里生存繁衍 通过此次考察 专家认为 阿尔齐斯河上游流域 水流平缓 沿途的洋柳树 也能够为河梨提供充足的食物 可以尝试为河梨家族修建 迁徙通道 将其引入 阿尔齐斯河水系发展 河梨的生存 不仅与当地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同样也离不开人为的保护 2008年 河梨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冰威物种红色明露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保护区成立之后 当地的工作人员 每年都会在乌伦谷河沿岸 种植洋树柳树 为河梨提供更加丰富的食物来源 你看这个洋柳科的这些食物 比较充分 这个柳树呢 据我们统计是保护区里面 有八种柳树 然后呢这个洋树呢 天然的只有一种 然后呢咱们人工后面 栽培了两到三种 同时 在保护区多年来的宣传和引导下 牧民们也逐渐了解了 河梨的活动规律 尽量减少对它们的干扰 河根河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虽然处在荒漠地带 却在河水的滋养下 成为一片富饶的河谷 为河里营造了一个 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 而河谷周围得天不厚的自然条件 也吸引了众多的野生动物 它们生存在这片土地上 互相依赖 在这片大漠戈壁上 孕育出生命的绿洲 通过此次考察 队员们不仅有幸跟河梨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过程中拍下了大量珍贵资料 也为河梨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在布尔根河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严酷 以及河梨高明的生存智慧 也对人与动物和谐共处 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人们长期以来尊重河梨 尽量减少对他们生存环境的干扰 才能够使得河梨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并不断延续下去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